大家好,我是海娟 今天做一个家人都特别爱吃的卷饼 卷菜卷肉都好吃的那种 下面开始制作 盆中倒入普通面粉300克 加2克的盐,增加面粉的筋性 用170毫升的温水和面,边倒边搅 搅成面絮状,下手揉成团 这个面团不需要和得特别软 中等软硬即可 盖上盖子,饧面半个小时 接下来我们准备配菜的部分 1个土豆,半个青椒,半个胡萝卜 全部切成丝 家里有擦丝器的,可以用擦丝器擦成丝 切好的土豆丝放在清水里浸泡 接下来再把胡萝卜也切成丝 切好的胡萝卜丝同样放入凉水盆中 半个青椒同样切成丝 锅中把水烧开,放入土豆丝,胡萝卜丝 炒至软烂 炒至土豆丝,胡萝卜丝八成熟,放入青椒丝 再次翻炒一下 盛出,放入凉水盆中 放在冷水盆中,过一下凉 起锅放油,加入两粒八角,几粒花椒 炒出香味 带花椒跟八角变颜色,即可捞出 把配菜攒一下水分,放在大碗里 放入一把葱花,花椒粉,鸡精,盐 倒入刚刚烧好的料油 搅拌均匀 配菜的部分就准备好了 搅拌好菜,面也饧至差不多了 取出饧好的面团 直接搓成长条状 下成大小均匀的面剂 把每个面剂子由外向里翻转按压 整理成圆形 拿过一个面剂,直接按压扁 擀成圆形薄饼状 尽量擀薄一些 能擀多薄不擀多薄 看一下这薄度,透亮薄 这样程度就可以了 拿过一张我们擀好的大饼 卷上土豆丝 喜欢吃辣的,土豆丝里可以放些尖角 我家有小孩,我就没放尖角 然后从底部卷起来 面饼的表面轻轻按压 涂抹上一层全蛋液 撒上一层白芝麻 这样一个剩皮就做好了 把剩下的大饼全部卷好 饼铛预热刷油 油热以后,放入我们做好的剩皮 烙至底部变色,我们给它翻面 烙至另一边变色,再次翻面 烙至两边都成这样的金黄色 只需要把表皮烙熟就可以了 里面的蔬菜都是熟的 即可出锅 土豆丝卷饼就全部出锅了 看一下 两面金黄色泽饱满 切开一个 看一下里面满满的蔬菜 作为早餐,中餐都是不错的选择哟 如果您也喜欢吃土豆丝卷饼 就试试这个方法吧 我是海娟,我们下期见 如果我们下期见 再来一遍 这遍